這是一個新的系列 必修陪你重新減重 情緒上的一些 我不認同啊 說壓力大的時候的一些反應啊 甚至它可能跟荷爾蒙有些相關 所以這個系列我都會從這個角度來出發 那我們可以陪著你一起重新減重 好 那我們來到下一集囉 好 那你說你過去面對這些困擾的時候 你都會做什麼來減緩你的負面情緒 你以前都怎麼做 我以前嘛 就是可能只是去吃大餐啊 或是去旅遊 然後吃各個就是旅遊嘛 到一個地方可能喝一杯飲料 吃一個甜點 然後再吃一個正餐 然後就是走到哪裡吃到哪裡啊 就是把比如說去台南玩 把台南所有的好吃的都吃一遍這樣子 我就覺得好像出去放鬆 其實是出去吃東西的 就是感覺好像這樣有舒緩到壓力這樣子 以前是都會這麼做 OK 老公會評價你吃東西 或你的體重之類的嗎 不會他跟我一起變胖啊 發腐得很嚴重 不要長了 跟我也是一二十公斤 真正的幸福就是這樣子 根據英國不專業研究 夫妻或情侶交往之後變胖 是正常代表他們過得很幸福 因為他沒有那個競爭的壓力 沒有求偶的壓力這樣子 可是他現在跟我一樣也一起就會被人家說你怎麼總成這個樣子 現在嗎 就是有點離譜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之前就是因為一起變胖的太多 他比我少一點啊 我比我比較多 所以他們就是太久沒看到他的人都會覺得他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他以前可能只有六七十這樣 六七十公斤 現在已經八九十公斤 所以你以前就是 等於是也是某種程度活在當下啦 反正我壓力大我就是去吃我喜歡的東西 不要想太多不在乎會不會變胖 就是當下我就是想要吃 然後吃得開心活得愉快這樣就好了 看影片吃鹹酥雞啊 然後喝一點什麼酒啊之類的 就覺得很愜意 覺得很紓壓這樣子 OK OK 那現在咧 現在我覺得走路比較紓壓 就是我覺得如果一整天 面對小孩子的情緒可能沒有很好 就是因為他現在他會表達 然後我整天都要對著他 現在兩歲多嘛對不對 對 然後兩歲多就是 Terrible 這個最那個狗都閒的年紀 兩歲狗都閒 然後 對對對 就等到那隊友我就call他 請下班快回家 然後之後他就帶他去旁邊的公園 六滑梯玩沙子 然後我就去那個公園的旁邊 有那個就是體育場 就去那邊一直走路快走快走 然後我就覺得很紓壓 感覺好像走完之後我去回來面對他之後 我的那個就可以很心平契合這樣子 對 又充滿電了 又可以明天繼續對抗他 OK 對 其實蠻好的 過去就是我們都很習慣用吃東西塑壓嘛 那但吃東西塑壓你會發現那個請那個那個那個效期很短 就是大概只有當下跟當下的吃完的大概15到30分鐘 你是覺得還頗愉快的 但通常在那個時間過後 大部分都是伴隨著後悔 那如果你是一天就是在隔天後悔嘛 如果當天開心的吃你就是在隔天後悔 然後或許你會有幾天少吃一點 但通常很短效 你就會發現你每一次都要吃比上次更多 或者是你每次都是抱著罪惡感在吃 然後 會覺得說沒關係就是我們就是要對自己好一點 但下次又會重複這樣的循環 那好像 那個減壓效果沒有很好 因為你伴隨著就是吃完之後的壓力嘛 就是你吃完之後你就覺得壓力很大 那我給大家這個走五千步的這個 雖然是ABC論文 其實一部分當然是鼓勵大家多活動 當然部分真的是其實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冥想過 你有你有冥想過 你有聽過冥想嗎 我有聽過 但是我沒有做過 OK 其實一般大家講的冥想啊 或者是類似殘修 大部分都是坐在那邊 然後眼睛閉起來 專注的呼吸 然後專注的感受你的狀態 但其實我自己做不太了這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 我雖然知道這件事情很棒 但是我做不太了 因為 就是我覺得很難坐在那邊 十五分鐘二十分鐘都只專注呼吸 不做其他事情 但我後來發現 其實你在走路啊 或是跑步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是一種動態的冥想 是一種身體的靈修 當然我講的比較玄一點 但我們就把它想的是身體的禪修好了 或身體的靈修 或動態的冥想 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你的整個身體 其實你會發現是情緒是很舒服的 然後對於解壓也很有幫助 那因為冥想這件事情 它起因就是希望可以幫助人們解壓嘛 透過專注呼吸放鬆 不想其他事情 而幫你獲得一些壓力的釋放 因為壓力過多確實影響我們身體的健康 但走路跟跑步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其實包含不只跑步 包含運動也是一樣 如果各位同學喜歡爬山的 你們應該會發現在爬山過程當中 雖然身體是累的 但心裡面是清爽的 是舒服的 所以其實我們就會發現 原來我們還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還有 不是只有吃這一招 以前都是只有吃這一招嘛 所以剛剛我看小二都會點頭 就是因為我還是覺得 他那個故事應該可以讓我說很久 都吃8吋應該是蠻紓壓的一個過程 才能吃8吋 對那現在他還在面對這個過程嘛 所以他現在選擇的是我不要買8吋 我就買1吋就好或2吋就好 那對於幼靈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過去可能會用這個滿足當下來去思考 我上次有寫了一段話 我覺得我自己還蠻有收穫的我想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們人的天性啊 因為畢竟人是一個生物嘛 人的天性其實就是會逃避痛苦追求快樂 這是寫在你生物本能裡面的基因 無法改變的 就是他放在你的面前 他其實就是我們永遠都會這樣選擇 但為什麼有些人他可以 好像他可以接受眼前的痛苦 然後你就覺得他好意志力 他好厲害 就很像你現在去走路 不吃東西 我相信你我們現在認真的在講 身邊的人你問10個人 有誰在減重大概只有0.5個 所以通常沒有這麼多人身邊都是一群積極健康的人 你才發現緊張班為什麼需要一個團體制系統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部分的人他其實不太能夠去違反人性 但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做 你覺得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這樣子 你心裡面有想過這件事情嗎 為什麼你現在可以用比如說走路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方式來索壓 而不用靠暴影暴時索壓 你有想過為什麼嗎 應該是我覺得我現在改變是因為我覺得最重要是身體給我的感覺 像以前我剛剛校長講到其實那個用暴影暴時來吃 我只能滿足可能在吃東西的那一個小時 可是就像您說的一樣我回家之後 其實我覺得不只是心理的壓力 外在比如說我原本一樣穿著衣服 或是一樣的褲子 可是其實你暴影暴時完之後 你那個會會讓你自己的身體感覺很不舒服 很緊繃很舒服 所以我就會開始又陷入很焦慮 然後覺得很後悔 然後很覺得說為什麼我自己要這麼做 我覺得說那時候對 吃的當下的確很快樂 可是吃完之後我就開始覺得我不快樂 然後我身體也不舒服 但是現在我就會覺得說 我可以不要用這樣的方式 我可以改變一種方式 我可以疏解我自己的壓力 同時我還可以就是讓自己身體覺得很舒服 感覺變得有精神 變得不會覺得累 嗯 變得覺得 就是讓自己覺得在很輕鬆的狀態 然後衣服 說真的衣服穿起來沒有那麼緊 我覺得自己身體也沒有那麼痛苦 因為我覺得男生跟女生構造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女生更痛苦 穿衣服的時候會更痛苦 嗯 怎麼說 你是說因為要穿比較合身還是 對對對 男人男生可以不用穿比較合身的衣服嗎 OK 女生穿比較合身衣服 說其實你只要有有一點胖 或是其實你一整天如果你都吃那種 我發現是這樣 比如說你去吃吃比較多 或是吃比較不健康的東西的時候 我的衣服就會非常的明顯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樣子 就會很很像很像把你這樣整個人這樣子掐住這樣子 超級不舒服 對 OK 所以我想說 我也會有啦 就是肚子吃吃會覺得很髒 整個人身體覺得很髒 對 很痛苦 我覺得很痛苦 然後又回家之後又陷入焦慮 焦慮跟自責 然後就覺得說為什麼我要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無限循環 然後現在這樣子吃的話 我覺得我很舒服很輕鬆 我沒有覺得身體有什麼 讓我覺得負擔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壓力這樣子 然後我又覺得 欸 其實我 在那個一直去跑廁所這當下 我的心理壓力跟身體 我都是覺得很 很 很不好的 就是會很焦慮的 也會 我也會擔心說 欸我自己是不是怎麼樣了這樣子 所以現在不不這樣 就是 狀況改善了之後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就會覺得我現在的飲食跟是自然而然的就會想要選擇這樣的方式 不會因為以前我可能減重會覺得說我選擇吃這些健康的或者是對我而言好像比較好的東西 我認為我認為很痛苦 但現在我是自然而然的去下一次去選擇這些東西來吃 因為我覺得吃完這樣子我自己感覺很輕鬆這樣子 OK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個關鍵點 就是我們還是在逃避痛苦就求快樂 你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們還是一樣在逃避痛苦就求快樂 只是我們逃避的痛苦是我們已經開始去認知到這樣子的飲食對我身體來說是痛苦的